主席为了节省时间 那请这个中央银行彭总裁 财政部张部长 还有进管会的曾主委上台 好 三位首长请 三位首长早 三位都是我们国家安全会议 列席的重要成员 所以这段时间 食安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 我想首先请三位首长表态 你们认为食安问题 是不是国家安全问题 彭总裁请 是国家安全问题 张部长 完全认同 是 然后 赞成 是 那么 既然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它现在非但没有解决 而且不断在扩大 从油品一直到面条 优落乳 或是只要有抹茶类的产品 最近都有疑虑 所以现在食品的食品股 一片绿油有全趴在地上 那甚至呢 有的公司在国外的这个股票的看板上 刊登说 我的食品绝对不是从台湾进口的 那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对台湾食品全部否定 所以这段时间啊 不只是食品安全问题 我们整个这个经济金融都出现问题 会连带的受到影响 所以曾主委 上个礼拜问过这个问题 这个礼拜再问 你们现在是不是持续在全面监控食品类股 是 没有错 那我们也给委员报告 我们也希望假设 这希望让他对财务业务的相关影响 要充分这些要让投资者充分了解 我刚才看了一下啊 今天股票小跌了 那可是呢 如果说这个食安问题 这个食品股问题 没有获得解决的话 还继续扩大的话 那恐怕对整个金融市场 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啊 那所以你们除了持续监控以外的话 那你是不是也有所准备 要拜托这个张部长 我们国安基金上个礼拜有问过 你们说国安基金上礼拜 还没有还没有必要进场 因为当时我们告诉我们 会有低贷可以获得解决 可是到了这个礼拜 过了礼拜天了 非但没有解决还扩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财政部跟金管会 有没有准备国安基金 有可能要进场 报委员 国安基金是要到民众的信心 丧失 股市失去了 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所以你觉得这个到今天为止 还暂时不需要 还没有 我会每个礼拜问你 随着我们这个食品股的发展 那另外呢 这个彭总裁 这个张中谋啊 刚才昨天也提到这个问题 虽然他老婆一直拉他的这个衣服 说叫他不要讲 可是他还是不赌不快啊 那他对于你的汇率政策 非常不以为然 那你刚他说 你的汇率政策啊 是对中学生讲的 我很不礼貌 我把它翻成这白话文 张总裁的意思是说 你是糊弄社会大众 不懂得汇率 所以你刚才在提到就说 哎 如果台湾的汇率贬的话 有利出口 可是进口会贵 所以机车署的石油会高 可是张总裁 他下面一句话讲的是什么 他讲说你这个是糊弄大众 骗中学生 讲讲给中学生听的 他讲的是 如果你今天出口不好的话 失业 失业率就会增加 因为你的这个 失业率没有办法改善 因为就业率不好嘛 那如果你就业率不好的话 大家没有工作 那即使你食品在便宜 即使你汽油在便宜的话 那恐怕大家没有薪水 没有就业 那连买都买不起 连石油都买不起 所以他认为说 汇率扁不只是对出口业好 最重要是对就业也很好 对就业很好 那你现在采取的汇率政策 虽然可以有效的控制物价 可是可能会影响了就业率 那所以对于张总裁 对你的汇率政策不以为然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报告罗伟员 中华民国是一个 en论自由的国家 每人都可以发表他的en论 那我也了解 电子业需要本质的生意 因为他每一块钱 换取信财率比较多 但是中油公司 董事长的声音 也请卢伟员听一听 他们每一个买一块 买石油 每一块钱 要付更多的新台币 假如汇率能够解决出口的问题 全世界不需要有经济学家 那就业人文 他提到的就业问题呢 那他当然是一样嘛 我给委员报告 中央阳有23位的博士 我们理事务里面有12位的博士 汇率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央阳投资相当的时间去研究汇率 我跟我的副总裁 每天都盯住外博士 中央阳对汇率的关心 绝对不低于台湾的任何人 但是中央阳的汇率政策 是维护台湾全民的利益 在去年有一个董事长 跟诺贝尔经济学得止信 讨论汇率的时候 这位信的教授说 汇率不能够支付 针对某一个产业 这是一个诺贝尔奖的得止 对不起总裁 他讲的是全民就业的问题 对啊 你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回答 我跟委员报告 中央阳常常就访问企业 企业反弹 企业告诉我们说 中央阳的维持汇率的动态稳定 这是对我们对外贸易 最有效 最有 最帮助的方法 就业的问题呢 当然啊 你假如说对外扩展贸易的时候 当然会串造就位啊 我再报告一次 今年台湾对人民币 贬值了百分之三点五 刚才我讲过了 十月份出口减少多少 三点九亿美金 台湾对大陆满减少多少 四点五亿美金 台湾对人民币是贬值的啊 台湾对什么 对大陆满减少四点五亿美金 日本贬值啦 九亿份日本的攻击剂出口减少 三十percent 假如说非力能够解决出 不是非力是很多很多因素之一 比非力还更重要的因素很多 所以中央阳对非力的关键 绝对不第一任何人 这是我的职责 也是中央阳的职责 总成 你的语调越来越高 越来越激动 所以张总裁对你不以为然 你彭总裁对张总裁也看起来也很不以为然 对不对 没有 我尊重这个人 是 那另外哈 这个张部长 这个因为总统啊 跟江院长啊 都释出风向球 就是我们不排除提高债线 可是啊 我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惊讶 因为这么多年来 包括财委会 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财经大臣 那包括过去的政府 大家都非常遵守在线 因为我们很担心 提高债线的以后啊 会债留子孙 可是从总统跟张院长抛出这样的谈话看起来 哎 好像在研究提高债线 我很担心啊 提高债线啊 总统院长啊 我们国家的财经大臣会再多不愁啊 再多不愁啊 是万万不可 因为会债留子孙 所以今天你能不能具体承诺啊 我们不要提高债线 因为啊 我们还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来处理我们的财政问题 如果任意提高债线呢 这个表示我们这个政府啊 处理财政金融经济没有效果 只想举债 这是非常危险跟不好的 是 谢谢委员 啊 我们要提出来的财政卷权方案 就是债线不提高的前提之下 来延提 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些工具 只是那些工具也要获得 社会的公司跟立法院的支持了 从各方面来说 那你如果说 是 你不提高债线 那你做研究干嘛呢 你还回答这个 呃 江奎说不排除修法 要做研究 那既然不提高干嘛 那你这样子要研究 大家就担心啦 就说债度不愁吗 对 为什么要研究呢 呃 我我是看到媒体他在立法院总咨询的答选啦 但是我们并没有接到这样子 所以你不会听江院长的话 不是 我们没有接到指示啦 没有接到指示啦 只是看到答选 对对对 那江院长在这边乱答的 不是 就说他还没有指示我们要做研究了 是啊 如果他指示你做研究 你会研究吗 还是告诉他万万不可 不可债留子孙 不可提高债线 呃 老实讲 跟委员报告哈 这个东西啊 是社会科学啦 社会科学本来是用哪个比较好 就我前面讲过的 社会捐是当代人负担了 再次下一代人负担了 代际之间怎么样负担比较公平 大家可以来讨论了 另外哈 这个彭总裁苦口婆心哈 不断在提高 就是说 QE虽然延缓 退场 可是我们所有的房贷户 一般的老百姓要注意啊 利率可能会提高 那我也知道 金管会有要求啊 我们各金融机构要做压力测试 请问这个 这个曾主委 各金融机构的这个有关于 利率可能会调高的 这样的一个压力测试 完成了吗 呃 跟委员报 每一年都有做压力测试 那今年的呢 有针对 有针对这个利率要提高的事情 做压力测试吗 他是针对 整个动态环境 包括利率 包括等等都会做 还有国内外经济因素都会做压力测试 那这个今年的这个压力测试哈 上限是多少 就是说 很多人在讲 如果利率提高的话 那很多建设公司啦 或是小老百姓啊 那很可能因为受不了这个利率 如果利率一直提高的话 那他很可能会破产呢 那不管是企业或是个人 那如果破产的话 就会造成我们对我们国家经济跟金融的冲击 所以这个压力测试有没有上限 就说 如果利率上啊 提高一码或两码或三码 到到底到几码 是我们压力的极限 不可以超过这 超过的话 国家经济跟金融就危险了 那他的上限是一码吗 两码 呃 经委员报告 我们会针对不同的情境 来做压力测试 对 那整个普遍性呢 是 呃 比如说会情境设定会比这一码两码 这样来做压力测试 有 有做这样子啊 是是 那到了五码还安全吗 哦 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 不行不能超过的吗 三码呢 呃 其实我们呃 不同的设定的目标 会对 呃 金融市场 呃 不同的冲击 那我们会把它找出 这假设有冲击 要怎么因应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超过五码的话 那不得了了 可能会造成倒闭潮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呃 你说五码不行不行 我们没有 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们呃 呃 展望最近的情况之下 应该不会设定到 呃 那个 背景马克 不会那么高 不会到那么高 是是是 那 那四码呢 呃 我们还没设定那么高 还没这么高 是 到三码就危险了吗 呃 呃 跟委员报告 那压力测试的结果 我们这个是 内部的资料 谢谢 是 那你私下送给我们 财委会的委员了解 好不好 因为 这个是动用公款 在做的压力测试 那我们可以秘密的来审阅 因为有秘密的这个 审查办法 哈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 因为 呃 这个东西也有关系 因为我们要怎么去进行监督 如果你说到了三码 呃 你刚才讲五码也不行 四码也不行 到了三码的话 那我觉得 呃 我们国家的这整个的这个金融体质 那他的这个安全性的话 我们大家一起要了解一下 哈 是是是 好 谢谢 谢谢